嗨大家好 我是阿美 又到了阿美來做菜的時間了 昨天 昨天休息一天沒有做菜 今天趕快來為大家介紹料理 然後今天要介紹的是那個 十隻排骨 那個 準備的材料 食材有 排骨 看得到嗎?排骨 還有那個 一些蛋液 那最主要就是這個 這個 豆 豆豉 然後還有一些太白粉 醬油 素蠔油 還有米酒 還有可能用一些雞粉 我想說雞粉買這麼大罐 也加點要用一些 這樣看到嗎? 這樣 好 那這個 開始的時候我們要先把那個 排骨 把它用水沖洗 沖洗一下 沖洗完以後 我們就可以來調 我手先 那就加一些蛋液下去 今天好像蠻多 就把它 加一半多一點 然後 再加醬油 加一些先把它調 有個味道 你看 我用裝的 手速換來 抓一下 先把排骨稍微醃一下 主要味道還是在豆豉 豆豉那邊 再加一些太白粉 比較滑嫩 今天排骨量很多 現在把它調拌均勻以後 我們就先放在旁邊 真的就是豆豉的部分 然後就把豆豉 然後就把豆豉 還有這個辣椒啦 那個蒜末 還有那個一些蔥 蔥末就先全部放進去 然後我們就要加一些 加一些米酒 加一些米酒 然後醬油 然後 針酌啦 這個 再看鹹不鹹 再看 因為豆豉本身也是有鹹味啦 應該是蠻鹹的 反正加一些雞粉 這也是只是調味的 還有一些太白粉 然後比較快 增加滑嫩度 嗯 很香 你看看 那現在我們就可以 拿一個盤子來 把排骨裝好 然後把這個調好的齁 調味料就把它撒上去 就把它 就是都 都調好味道的齁 都全部把它和在一起 然後我們就可以放在 那個蒸 那個鍋子裡面齁 然後開火 然後開火 然後煮個差不多 煎肉比較多 大概 可能要蒸個20分鐘 我們現在就 讓它蒸 蒸個20分鐘 已經過了20分鐘 應該已經熟了 我們現在把它拿出來 已經拿出來了 這就是我今天做的 屎枝排骨 看起來 好好吃喔 對啊不錯喔 不錯 應該有入味 看起來 很不錯 今天我就不端起來 因為太燙了 對 太危險 太危險了 對 就是 就是今天就是 我幫各位介紹的 十字排骨做法 希望你會喜歡 如果喜歡我的頻道 請記得訂閱 並將它分享出去 謝謝各位喔